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这份文件题为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全文约15000字 共分6个部分30条 其中包括 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提高新农村建设水平 深入推进农村改革 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指导的 文件指出 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 增进农民福祉 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加大创新驱动力度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推动新型城镇化 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 互促共进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 现代化进程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文件提到 到2020年 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明显进度 粮食产能进一步巩固提升 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得到有效保障 农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显著提高 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比2010年翻一翻 到2020年 确保建成8亿亩 历称建成10亿亩 集中粘片 汗老保收 文产高产 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到2020年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达到10亿亩以上 农田灌溉水 有效利用系数 提高到0.55以上 中国将把农田水利 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将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与管护 将扩大开发性 金融支持水利工程建设的规模和范围 加大对农产品出口支持力度 农产品出口 农产品出口